剑录太阳 作词曲 援车 编曲 阿基辰 編曲 阿基辰 弟兄们啊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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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们啊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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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们啊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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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们走啊 依我方向着 来的路上走 那一刻也不要落后 落后就要被爱走 永世不见日头 一步风向着来的路上走 那一刻也不要落后 落后就要被爱走 永世不见日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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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世不见日头 一我方向着来的路上走 那一刻也不要回头 回头就要错过黎明 干不上决战的时候 一我方向着来的路上走 那一刻也不要回头 回头就要错过黎明 干不上决战的时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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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胸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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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全民維說, 好想找你趕啥子 他們的話, 你還能相信啊 可他也不能平白無辜的說吧 他一定知道啥子 他能知道什麼, 我都不知道 走吧 站住 阿達, 阿達, 阿達 你們要做啥子 阿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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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走 放開我 阿達 放開我 敬州 等等 放開 被貼教官 你不想傷害他吧 你身邊有人 找你只好用這種辦法 你們想把他怎麼樣 你放心, 我不會傷害他 只是不想讓他影響我們見面 你想說什麼 龍湘心他們現在正追查你 我是來提醒你 正處在危險之中 謝謝 等等 話還沒說完 現在正是需要你的時候 你要替白郎會掌握龍湘心和軍禁難的動向 對不起 我不想再為你們幹了 我過去為你們服務 是為了不讓你們害龍湘心和軍禁難 如果不是為了他們 你們別想讓我為你們做任何一件事 可是在日本 你就幹什麼 在日本 我殺的是日本人 你不知道我恨日本人嗎 殺日本人的事 我當然願意幹 可是 在滿洲 通過你的手 地下抗日組織被破獲了 死的可是中國人 儘管你為了保護龍湘心和軍禁難 可我想 你還是怕他們知道吧 那麼 如果我不答應你呢 你就想把這些事 告訴他們嗎 當然 你們是兄弟 可一旦他們知道了 你們就成了仇敵 我想他們不會容忍這件事 我告訴你 什麼事只要邁出第一步 第二步 就不能再考慮了 你現在最好的辦法 就是把所有知道你秘密的人 全打發走 我的要求不高 這次我只要你幫我幹最後一次 如果我們和100能安全撤走 所有能證明你叛變的東西 全部毀掉 還你清白 你看怎麼樣 好 好吧 你可以考慮一下 我想 你一定害怕別人知道這件事吧 一會兒那個姑娘來了 你想想怎麼對她解釋吧 阿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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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樣 沒事吧 我沒事 他們不知為啥子 就把我給防了 他們說了些啥子 沒什麼 那你為啥子拖了這麼長時間 也不來酒窩呀 我被他們糾纏住了 剛剛擺脫 你還有點鹹 我 SA06 不要一直問他 因為年紀沒有複零 多少鳃? érieur 艇空 сил 现在形势这么紧张 你怎么突然想起去看难民 正是因为这个我才要看难民的 公子 请你出去一下 北条军 你为什么 你有什么事背着公子 这件事 应该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我已经告诉复营南来一趟 北条军 你找我 刚才我在难民中 挑选了一批身强力壮的人 收容到白狼会来 明天就由你负责训练 补充我们白狼会的力量 要进行实战训练 你要抓紧 很可能我们很快就要用上 好 你竟然不信任复营南 这么重要的事 怎么会交给他去做呢 我想再试探一下 你领着这批新人员 进行实战训练 你要抓紧 可能我们很快就要用上 很快就要用上 他们有什么事瞒着我呢 快点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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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消息爆出去 那边一定会有所举动 我们可以用电话来窃听他们的电话 看他们谈些什么 公子小姐 刚才你在打电话 你听见了 听见了 被调军也听见了 他已经看穿了你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你完全可以用你的枪 原因你也知道 你在白狼会已经立不住脚了 我劝你 还是走吧 你希望我走 我当然希望你走 我不希望你把我和龙相心的事 说出去 我的事情还没做完 我不想走 我要等到最后一天 你放心 我干的事不是伤害龙先生的 那将来我面对的就不是活人 杀你的可能是北调军 玉菊小姐 也可能是我 谁杀都一样 只要给我最后一段时间 你难道不怕死吗 孔子小姐 你光杀人 难道就没研究过 死在你枪口下的 都是什么人吗 如果我死了 我不怀疑 你会把该说的 都告诉龙先生 喂 枪口先生吗 我是枪口啊 你是谁 我是北条 你是北条 沟口先生 你知不知道君靖难和龙湘心的关系 他们可不是一般的熟人 君靖难是龙湘心安插在会社的作范 你这么信任他 你不怕将来死在他手里吗 是不是非得到他拿枪对着你的时候 你才相信 五十字 你在看什么 他们在走 所有的邻居 所有的日本侨民 都在撤退 可我和我爷爷 五十字 我现在手里掌握一台车 今天你和你爷爷就走 今天 对 一会儿你们就走 君先生 可现在我不能走 为什么 五十字 你不早就想走了吗 你知道 现在搞一台车是多么困难呢 现在 日本大批难民逃亡已经过去了 人是越走越少 这也许 是最后的机会了 我爷爷说什么也不走 我怎么能走呢 再说 就算龙先生那样对待我 可我 五十字 你可要考虑好 像你这样犹豫 将来你可能就要葬送在这上面 君先生 不怕你笑话我 就这样的结局 我总不甘心 离开龙先生 我活着 还有什么意思 那 以后 我和我爷爷 只能 听天有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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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可见证 你在找什么 不找什么 我想了解你 你想了解我 可以和我谈吗 不 有些事情 有时候谈不了 比方说 我想知道 你和龙湘心的关系 君先生 我觉得你和龙湘心 关系不一般了 够口先生 你发现了什么 没什么 我也没法调查 不过我还是不放心 够口公网吗 我是龙湘心 你是谁 我是军进南 你找 沟口先生 我找你 你是找 沟口先生 龙先生 你要找 沟口先生 为什么说找我呢 沟口先生 正怀疑 我和你有关系 你是想故意 知道我和沟口先生 之间的误会 好 那就算我找错人了 既然沟口先生 在旁边 你就让他提电话 喂 喂 喂 狗口先生 祝你找了一个好帮手和管家 不过 要想把我换下去 让君先生当那个董事长 恐怕不太容易 而且时间也来不及了 你觉得 你羽毛丰满了吗 就算是羽毛不丰满 不过 你的毛也掉的差不多了吧 他们熟悉什么 你无法和我相比 你身边的人都走光了 军部走了 白狼会也无法给你撑腰 就算你信任君先生 又有什么用 谢谢你的忠告 你想找君先生干什么 我想警告他一下 不要跟我作对 你现在最该做的事 赶快带着五十字回日本吧 臭命买马的事 让给别人 你拉君先生的目的 恐怕是别有用心吧 你是在关心 会社那笔资财的下落 就算你说对了 做梦 那笔资财你得不到 你总不能带着他们回日本吧 只要他们还在中国 我就有办法把他们抠出来 混蛋 好吧 我想和你再谈一次 再谈一下 谈什么 也许这是最后一次约会 我想你总该给我这个机会了吧 我对老年人总是仁慈的 你说吧 在什么地方 满洲饭店 怎么样 他们说些什么 军境难果然和龙香心对话了 他们要见面 还有沟口那个老东西 也要去 这真是意外的收获 那我们可以趁他们见面的时候下手 让阿丹去 阿丹能干吗 不干 逼他干 当叛徒的路 只要有一塌手 就别想往回走 军静难和龙湘心 阿丹不论沾上他们谁的血 从此以后 他就 死心 踏地 阿罗 你放心 我不会再纠缠你 我想请你帮个忙 帮忙 帮忙 是啊 我是用人 少爷有事尽管吩咐吧 阿罗 你不要再讽刺我好不好 我是想让你和军静难再见一面 静哥 对不起 我没这个功夫 阿罗 我这是真心的 我不是坏心 日本人在市里只剩下白狼灰一个钉子了 我想把他拔掉 可现在我又无法得到施城运局的情报 你不是有天道控子小姐吗 阿罗 我是在利用她 你对谁不利用 我对她不是真感情 少爷 别再谈什么感情 我不想听 阿罗 阿罗 我是说 我原来骗控子小姐和她结婚 自从她教堂和你举行婚礼 她就把我当成仇人了 我现在找她也不太方便 所以我想通过军静难了解情况 可你为什么要找我呢 高口约我见面 这是我找军静难的机会 但高口在旁边 她也在怀疑我和军静难的关系 一定看得很紧 所以 我想让你帮个忙 找机会和军静难联系 你觉得我见她合适吗 其实我见她也不合适 可这是为了大事 个人恩怨 你也知道大事 袭击机场的时候 你就该这么想 阿罗 您答应了 少爷 你把手拿开 好 爷爷 你拿枪干什么 我去见龙湘心 见龙湘心 爷爷 你不要去 爷爷 这是为了你 龙湘心现在和我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你为什么还要去呢 龙先生和你没关系 可是军先生和你有关系 爷爷不放心你 不能把你随便的叫出去 如果军先生和龙湘心有关系 就等于让你落到龙湘心那个混蛋圈套里了 爷爷 得考验考验他 你怎么考验 你不要管 爷爷 你真看得起我 人家根本没把我当回事 吴世子 爷爷 最宝贵的就是你了 那我跟你一起去 吴世子 你不要去 不 爷爷 我一定要去 好吧 我不放心你 我怕你会闹出事来 好 你实在要去你就去吧 不过 爷爷的事你不要多管 等 你等一等 被调教官 你再等我 我是 我是来和你联系 向你交代任务 你可以让别人来 何必亲自来 让别人来他们就回不去了 你知道就好 不过 你也不是没有危险的 那你是拒绝我向你交代任务了 如果你把我逼得走投无路 杀掉你是最好的办法 我死了 知道你是叛徒的还有实传一局 他也一样 还有空子 空子 子弹 我够用的 可是你来不及 只要一个电话 你就是把知道你秘密的人全杀了 你自己也完了 你敢吗 你要说什么 我要你杀龙湘心和军靖难 什么 龙湘心和军靖难 对 他们是你的弟兄 可他们俩对你的威胁最大 不 我不能杀他们 如果他们知道你是叛徒 他们会不会手软 他们会不会想到兄弟嫌 让我想一想 你想拖时间吗 来不及了 现在到有个机会 龙湘心和军靖难马上就要见面 你要抓住这个机会 我等着你的消息 他们是你的弟兄 可是他们俩对你的威胁最大 你可以想一想 如果他们知道你是叛徒 他们会不会手软 他们会不会想到兄弟情义 人的心肠该硬的时候就得硬 大家 我们去了 大家 早点回来 这要看沟口 不知道这个老东西找我谈有什么事 我这老东西直接来了 龙先生 没想到吧 君警呢 龙先生 不是约定在饭店见面吗 我不想让你早有准备 到你家来 这不也挺好吗 那就请吧 五十子 你进来 五十子 小心 大姐 我们谈试 你和阿罗进去吧 去吧 请 去吧 沟口先生 你找我要谈什么 董事长的事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我们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不错 但是还有一件事 这件事我总是放在心上 原来我想过一段时间再说 但我怕将来太匆忙 会来不及办了 什么事 五十子的事 五十子的事 爷爷 五十子怀孕了 你知道吗 他没跟我说过 可后来我知道了 可是你却抛弃了他 可你从来也没同意过这件事 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五十子 这话说的真无耻 过去你追他是为了我们家财产 现在我一贫如洗 你打算怎么办 这么说 你是让我娶他 不 爷爷 别动 爷爷 坐下 小心 少爷 对 坐下 坐下 对 对 这样很好 少爷 你们都别动 你想干什么 我不想打死你 只要你一条胳膊和一条腿 这是为了五十子 就算是临行前锁点债吧 爷爷 你以为我开枪吗 你以为我开枪 不 这件事情让君先生干 爷爷 别动 爷爷 不 爷爷 五十子 五十子 你坐下 君先生 开枪 不用犹豫 不管是为了我 还是为了五十子 为了会社 还是为了你 你都应该开枪 君先生 君先生 他说的很对 沟口先生把报仇的权利交给了你 你就开枪吧 君先生 不 你杀了我 董事长就是你的了 五十子小姐也就可以跟你了 我们之间的恩怨早就该结清了 这是多好的机会 你何必犹豫 沟口先生在看着你怎么杀人 君先生 你还在等什么 君先生 你别开枪 快开 别动 龙先生 你不要开枪 五十子 你别动 沟口先生 现在是谁杀谁 把枪放下 你敢开枪吗 你是不想让沟口先生活了 好啊 你开枪吧 你父亲是我杀的 把枪放下 君先生 你别管我 你开枪吧 今天不是我杀他 就是他杀我 龙先生 你不要杀我爷爷 五十子 你走开 是你爷爷逼我 不是我逼他 最好你别动 君先生 我不止一次夺走你追求的东西 我知道你恨我 可是你信不信 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都会有报应的 往肚子上打 快说 我准备袭击白狼会 什么 我需要白狼会的情报 天到空子呢 联系不上 别开枪 谁开的枪 阿丹 肯定是阿丹 保 保 保 包 君先生 龙先生 你们住手 不要打了 好 看在我十子的面子上 我就饶着你 好 我也不难为你 伍世子 你都看你了 这件事不能全怪我 你 伍世子 回去吧 站住 自己 王天 你这个老东西 爷爷 你别开枪 伍世子 你让开 爷爷 你要打钱打我 伍世子 你不是恨死他了吗 要想让我放过他 除非你弯掉过去的一切 伍世子 你这是 爷爷 你都看到了吧 你还要杀他吗 伍世子 咱们走吧 伍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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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钧 祝父 祝父 二鼓 龙哥 阿辰 没有打惊歌 我现在 咱们走吧 冯剑 冯剑 我走了 阿丹 阿丹 刚才沟口是在烤银锦南 谢谢你提我进了位 阿丹 你还恨我 阿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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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回来 你想出了 想什么 看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见的 你聋子了 你怎么忽然一下子 变成了这个样子 你告诉我 你和阿丹 到底到了什么程度 是不是 要开锅了 啥子开锅比锅的 又不是租返了 清州 咱们是好朋友嘛 可是你现在 顾不上理我了 有了新欢 这也可以理解吗 女孩子大了 要出嫁 容宇 你说 阿丹这个人 还是很普通的 要睡眼睛吧 也不大 格子呢 也不高 可是 我心里偏偏被他寄了进来 敢都敢不走 你说讨厌不讨厌 怎么样 坦白了吧 哎呀 这嘴上说讨厌 可是心里不这么想 我说呀 这是 王八看绿头 退眼了 你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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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呢 其实啊 我真羡慕你们 看你们两个有多好 喜欢就是喜欢 甜甜蜜蜜的 那像我呀 多了个龙祥心 又多了个阿罗 天了 那么多的烦恼 龙宇 天了那么多的烦恼 和痛苦 我真希望 能像你们那样 重新的 再好好地爱一次 不 龙宇 你看得太简单了 我不瞒理 我确实希望阿丹 可我们在一起 并不真的快乐 最近 我发现阿丹 总是门门不乐 心思忡忡的 有时候 还多什么 我真不知道 该扎个半才好 你太多疑了 相信 静哥 阿丹 他们本来像亲兄 兄弟 可是现在 因为我和阿罗 他们决裂了 我想 阿丹心里肯定不好受 不 不是 我看他的心思 不是这个 那你就当面问问他呗 他要是能对我说 不就没死了吗 那我说这件事啊 那就是怨你 他有事情不对你说 还不是你们的关系 没有处到 不然的话 两个人 像一个人那样 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空子 我问你一件事 你一定要告诉我 你说吧 只要我能告诉你的 空子 你不要封门 这件事 你一定要告诉我 空子 在饭店追刷阿罗的是你吗 那不是误会吗 我以为 阿罗是你的情人 可是饭店那个知情人 是你杀的吧 空子 你先别否认 肯定是你杀的 因为我姐已经看见 是你开的家 就算是吧 这不合乎我杀人的规矩 过去 看见我杀人的 都不留活口 如果 他不是你的姐姐 我也不会留下他 空子 知情人 是在现场 看见我父亲 被杀的目击者 你不会 因为个人的原因 去杀他吧 那就是说 我父亲被杀 白兰慧插手 那我问你 是谁杀的我父亲 这 公子 你还有什么 不好对我说的吗 不 我不能告诉你 你知道 我得 我的心虽然给了你 但是我不能背叛玉局小姐 我毕竟和她是换了羽工过来的 如果她知道是我出卖了她 她会非常伤心的 别的事我都可以为你干 但这件事不行 龙先生 你不要逼我 你不要逼我 好吧 我理解你的处境 我求你帮我证实一件事 这支枪 是在我父亲死的现场找到的 你能不能告诉我 她是不是凶手的 不是这支枪 你父亲身上的伤口 也不是这种子弹造成的 真的吗 我知道的就说知道 我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 我不会像你那样 对什么人都耍心眼 看你说的 我可是对你没说过谎话 龙先生 你就是能哄我 我真害怕 你嘴里说的 跟你心里想的不一样 孔子 时间长了 你就会发现 我最大的弱点 就是诚实 好 咱们走吧 嗯 心 中有个悄悄吧 一头做我 一头做你 心 中有个悄悄吧 一头做我 一头做你 没心有隽悄身重 军心有卫菌身抵 你 没心有隽悄身重 一头做我 愿若不勇气 眉心有军来深重 军心有美军胜底 求一世存争气 愿若不勇气 我生气是你想我 你生气是我想你 求一世陪海军坐 上下总有心 我生气是你想我 我生气是你想我 你生气是我想你 我生气是你想你 有希望我生气是你想我 你生气是我想我 我生气是想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